那密码装置开启之后呢 显示的线索就是一张照片 找到照片当中的这个沙盘 下一关的任务就在那里 继续加油吧 照片是啥 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园林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啊 就有一个叫做中国造园记忆厅的地方 这个答案你们在那里应该就能找到 就这儿吧 就这儿啊 他们上了一帮我先不去 这儿是中国造园记忆厅 如果你想了解园林造景有哪些利益 有什么技法造园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流程 就千万不能错过这里 刚才啊 队员们对于园林的了解还仅仅局限在文物上 虽然他们做出了一份中国园林简史 但是那都是纸上谈兵 接下来啊 他们就要在这里了解更多的知识 可以更加立体化 全方位的去认识中国园林当中的秘密 那我呢 先不进去 我还要去另外一个展厅 在那儿啊 发现另一处 别有洞天 一环剑 我们要找的那个沙盘在哪儿呢 这怎么办 这块 这块很像哦 嗯 这超过挺直的 看了这十道的也不一定会有的 哦 你们找到了吗 你们找到这里下 来 怎么看呢 没有 那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走吧 走 哎 那个是我们有找的吗 可能是 对不对 是吧 姐姐 这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吗 对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 中国古典造园流程的沙盘 它分成四个部分 都是什么呢 第一个应该就是先做计划 就是说哪儿要建设 对 就是找一块地 然后第二个就是 把这个东西大提蛋糕 就是在平面上 把我们要制作的景观 给它有一个布局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 时空就是开始做 对 开始建造 四个建好了建筑 建好了建筑 各种山水之后呢 我们会种一些植物在里面 还得给它们浇水 修剪 防治病虫害 等等养护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古代园林 整个一个造园的流程 大家看看这个沙盘里面 它的景观都有哪些分类 楼 楼 建筑 是吧 讲山 对 山 水 植物 还有建筑 是我们中国古典园林的 四大要素 那我们现在可以 给大家任务卡 给畅言画出一幅 平面草图 那大家知道 平面草图是什么吗 就是画地图 就是画平面的地图 地面上的景观 给它垂直投影到一个平面里面 缩小之后 画到我们的纸张上 画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讲的四要素 一定要画在里面 那我们现在去畅园吧 画平面图了 好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我们的畅园 这个畅园呢 是我们按照苏州畅园 按它一比一的比例 然后挪过来 让我们在北京 就可以看到我们苏州的园林景观 大家今天要画的就是这里 开始行动 我们先现场探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道五折石板桥 大家记住吗 它是一个五折的小说 有五个字 我们可以记录一下这个地点 五段四个折 五段 对 五段四个折 对 五段就是五折 哦 我以为 五折下了 石板桥 记录一下吗 记好了吗 好了 全员的建筑我们都看完了 我们可以看纸画了 大家尝试着画一下吧 是世界名媛博览厅 展示了全球各地不同风格的 非常棒的原理 请看 这座蓝特庄园 进门之后我们看到了 非常漂亮的刺绣花园 两边的主体建筑 中间的水景 还有最高处的观景平台 关键词是什么呢 两个字 对称 我们再来看看这座沙盘 这是印度的太基灵的模型 太基灵被称为完美的建筑 请看 中间是灵寝的主体 东西两侧各有两座 完全一样的建筑 左右呼应 互相对称 灵寝和大门 有中间的一条 笔直宽阔的涌道相连接 两边建筑格局 包括植物 都是完全对称的 关键词是什么呢 还是对称 伊斯兰风格的园林 欧洲风格的园林 都非常重视对称的均衡感 可中国的古典园林 却完全不同 就拿畅园来做例子吧 整个园林当中 有两座亭子 一个是六角形的 一个是方形的 这么看来 队员们 要想把畅园的草图 挂出来 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他们的草图究竟会画成什么样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想把草图的草图的草图 大家小心点别掉 这样我们看清楚一点 这些树 树 盆栽 这两条鱼代表了里面的所有鱼 对 很漂亮 德老师根据我们的要求 他们确实把草图都根据位置都画出来了 是吧 而且还在上面 制作了一个像提倪的 一个相当于沙盘 对 一个立体的 第一次画平面图能画出这样 已经很厉害了 我认为已经完成得很好了 我们今天是来干嘛的 猜密码 密码 一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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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458 对吗 1458是什么意思 在密码 一亩地 然后4是它的4种建筑形式 或者说是园林的构成要素 对不对 这些不是建筑形式 是园林要素 你比如水和山它不是建筑吗 对不对 5是那个5个四本桥那个5 8就是8个建筑 是8的主要建筑 对吧 1458 好 这样吧 咱们问一下 小诗姐姐看看这个数字对不对 如果不对咱们再想好吗 好 小诗姐姐请问 我们认为密码是 1458 对吗 1 4 5 8 答对了 答对了 9 9